那小時尚低雞精又是一個 就比較時尚 那走的就比較低調的 因為雞精其實很多很多品牌 那小時尚這個低雞精 是我喝到 讓我覺得它是最純粹的 讓我想到我爺爺那個時候 燉的那個湯的那個場景 那個味道 那是別的低雞精所做不出來的 它條件要夠好 也就是說純粹 品質一定要很好 就是平常在女人 我覺得它這個節目裡頭 品蟲吃的老是抹的 都已經要試用過好多好多好多了 我們才敢透過大師們的介紹 只有這個小時尚低雞精 是我自己嘗試 如果沒有讓這麼多人知道的話 太可惜了 我一毛錢都沒有拿 對我來講就是做善事 就是好東西跟所有的人分享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就是我早餐起來 就喝一杯這個 喝一包 然後一直到大概 傍晚就是下午要傍晚的時候 我要開始大吃大喝 或者是要開始喝酒的時候 也要來一包 喝酒錢 喝酒錢 這很重 夏天反而我們的代謝會停滯 是因為你們都愛喝冰的東西 不行 你要喝室溫 常溫的東西 只有這個品牌的低雞精 你可以這樣直接打開來喝 在這個時候 其他的品牌千萬不要試 因為 比較臭臭一點點 這像飲料一樣喝 嗯 而且攜帶很方便 夏天其實這樣喝 很時尚 然後我就覺得是一個 符合我簡單保養的方式 好